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在日本如何办理住院 我们来看看新冠时期日本医院针对入院患者都做了哪些防护措施 入院患者必须要做PCR检查 确认是否患有新冠 这里的检查仅需患者的唾液即可 最大程度保证已经被病痛折磨的患者的舒适度 检查费用400日元,约25元人民币 如果有国民健康保险,自己仅需负担三成,约合人民币7.5元左右 同时住院期间,患者要随时消毒,戴口罩,不允许家属探望 所有的一切都会由专业的护士照顾 患者在准备住院的前两周起,就需要避免到密集场合 要记录住院前两周的每一天的体温 入院前还要填写一份详细的问诊单 最大程度避免医院发生感染情况 今天的这位患者由于病情比较紧急 东阳医疗联系医院权威医生 要配医院资源,为患者开辟绿色通道 保证患者在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下最快速度入院 所以说海外医疗一定要选择有丰富医疗资源的中介机构